亿万富翁的孙女被杀 悬赏石屹追杀凶手 与此同时 凶手躲在家里瑟瑟发倒 酒连好兄弟也为了石屹而痛下杀手 无数人为了钱铤而走险 他又是否能活到被最高法院审判的那天 大家好 我是市长八哥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 日本惊悚犯罪电影《稻草之盾》 这天 日本警局接到一个报警电话 在南宗园伍丁木发现了一起命案 受害人是一个还在上小学的女孩 她被人侵犯后 下身失血过毒而死亡 经调查 根据现场的信息 与残存在女孩体内的DNA 警方锁定嫌疑人 凶手是一个名叫青丸的清秀男子 早在八年前 他就侵犯并杀害过少女 在去年十月份 与此同时 这次受害者的爷爷 曾经担任过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会长 据说身价超过一千亿 他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广告 并许诺 谁能杀了清丸 就奖励给他十亿日元 这下子全民轰动 一起投入到了寻找凶手的热潮中 很快 网上便出现了一个定位清丸的网站 并因为网站服务器在国外 日本警察根本关闭不了 受害者的爷爷还在网站上 发布了一条消息 声称 只要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杀了清丸 所有后果由他一力承担 这个消息放出 更多对金钱痴迷的日本民众 投入到追杀清丸的行列中来 杀个人就能得十亿 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 清丸躲在家里瑟瑟发抖 毕竟现在他就像香喷喷的肥肉一样 谁都想咬一口 被蛊惑的清丸好友 直接提这刀冲进他家 嘴上说着对不住了 但实际上好友是拿着刀冲向清丸 一顿乱砍之下 清丸仓狂逃窜 侥幸逃脱之后 他带着浑身血痕 来到警局自首 但没想到警局的预警 为了金钱 竟然突然用刀袭击清丸 很多同事的拉扯下 这才把他控制住 并把受伤的清丸送往医院 与此同时 国字连带着自己的下属 短发女 八字眉和中年男 一起承担押送清丸的任务 根据计划 他们需要在48小时之内 将清丸送到东京警署厅 接受审判 一路上的艰险可想而知 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 无数想要清丸命的人 临行前 上司交代国字连 必要时 要做好为凶手打枪的人物 因为他们要保护的不是凶手 而是日本警察的尊严 就算是赌伤自己的命 也绝对不能让清丸死在路上 与此同时 电视报道里 突然播放这样一条消息 受害者的爷爷所在的集团 用一亿日元的签约金 录用了一名试图杀害清丸的男子 这无疑让所有人更加兴奋 国字连带着人到医院 想带走清丸 只见清丸不屑地说道 就凭你们能保护到我吗 随后他拒绝所有人触碰 一个人癫狂地在屋子里发疯 他暴怒地清洗着伤口 嘶吼着让所有人滚开 看着这样的清丸 医生吩咐旁边的护士 给他打针钉剂 但没想到 国字连发现了护士的不寻常之处 只见护士注射完药物 便把药瓶塞进口袋 他拦住护士 询问到底要给清丸注射什么药物 谁料护士突然抱起 举着针管就要往前冲 却被短发女一个过肩摔摔倒在地上 摸出他口袋里的药瓶一看 原来是只要一注射到人体 就会引起死亡的铝花甲注射剂 护士在地上不停地挣扎 众人大觉不妙 在眼皮子底下 就有人想要杀了清丸 若是走出医院 岂不是更恐怖 这时中年男带回了一个更不好的消息 他们原本要乘坐的飞机可能要取消了 因为航空公司的检修师在飞机上动手脚 所以被抓了 随后为了保证能够安全送达 郭自连启用第二套计划 他们在十几辆警车开到的情况下 乘坐押运车将清丸送到东京 在押运车上 短发女提出 真正要防范的不是普通人 而是带有武器且经过训练的人 说完 郭自连看了一眼围在警车周围的300多名警察 说道 使他们给了这些警察接近十亿的机会 可没等众人想明白这件事 押运车突然一个急刹车 他们这才发现 在押运路上 突然出现了一辆逆行的破旧货车 只见货车一路撞向押运车 将前面开路的警车全部撞得破碎不堪 甚至还顶着一辆警车 远远一路冲向押运车 此时巴自梅反应最快 他一颗剑步跨上警车车顶 砰砰两枪打爆货车轮胎 最后瞄准货车司机 没想到货车司机也是个不要命的 在靠近巴自梅时 摁下按钮引爆整辆车 看着冲偏火光向自己袭来 巴自梅利索地跑远 最终捡回了一条小命 还把中伤的司机带了回来 可没想到 天上还有盘旋的直升机 一直跟随着警车 不仅如此 周围的民众也全都直勾勾地盯着警车 不停地拍照录视频 正在这时 短发女突然发现 青丸所在的位置 在网上被人定位了出来 就连具体在哪辆车上 也飙得明明白白的 这时众人都知道了 信息泄露了 但因为货车残骸 堵住了前行的路 没办法 他们只好寻找外援 恰好这时 警察署来人了 正在接送他们的路上 为了保证没人泄露消息 片刻后 便有两个 声称自己是警察署的人过来 希望骨子脸他们开门 此时 短发女敏锐察觉到了不对 一脚踹在来人身上 可他们立马从怀里掏出了枪支 对着青丸所在的位置 一顿反射 为了保护青丸 郭子脸挡在他面前 挨了一脚 幸亏有防弹衣 不然郭子脸就这么死了 几分钟后 两人被踹翻呆住 中年男 由衷地竖起大拇指 因为情报被泄露 他们不得不再次更换 押运方式 郭子脸提出 可以由剩余的人 继续乘坐押运车 而他带着手下四人和青丸 乘坐火车私下押运 知道详情的 只有他们五个 和警察署的高层 他们在登上火车之后 迅速清风里截车厢 但没想到 青丸的定位 再次出现在网上 就连是几号车厢 也被标注得清清楚楚 这时 被首先怀疑的是郭子脸 中年男说 因为他的妻子 在几年前 被一个醉酒驾驶的司机 给撞死了 所以对待和司机相似的人渣青丸 中年男觉得 郭子脸是最有动机的 为了自查 他们上交了手机和手标等 可能发射信号的物品 但一无所获 他们开始怀疑起 警察署高层身后的眼镜男 网上的定位在不断地更新 众人焦急万分 但青丸却和看守他的短发女聊天 没想到 片刻之后 就有小混混打伤了这些列车 他们毫不畏惧巴子梅的手枪 在转身假装离开之时 黑帮头子突然转身拿枪 打巴子梅肩膀 一阵激烈的枪斩之后 黑帮撤队 巴子梅中伤 郭子梅愤怒地吼道 让司机在最近一站停车 叫救火车 火车停车后 郭子梅举着枪 让急救人员上车 为巴子梅紧急质量 但还是没保住他的命 垂死之际 巴子梅问郭子梅 清丸这个人渣 真的有被保护的价值吗 郭子梅并没有回答 为了避免再出意外 郭子梅决定换乘 可火车司机却说 因为下车的站点 围了许多普通人 只能在下一站停车 在火车即将到站时 司机表示会在无人站台停靠 以最大程度保护乘客安全 看着空荡荡的站台 郭子梅莫名觉得不安 很快 女生的尖叫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一个胡子拉叉的男人 握着尖刀来到清丸面前 他不明白 为什么警察要保护一个人渣 郭子梅的枪声幻想了这个父亲 他挟持了一个女孩 威胁郭子梅要把清丸叫出来 为了保护女孩 郭子梅希望光头警察 不要插手这件事 但光头警察并不想 就这么放弃拯救女孩 车厢里的短发女 显然也看到了这种情况 他举箱对着清丸 说只要他死了 外面的困境就可以解除 女孩就可以得救 他们也可以平分十亿 但中年男并不同意 车厢外的光头警察 试图跟胡渣男谈判 就在他犹豫不决时 光头警察趁胡渣男不备 直接开枪击杀了胡渣男 此时车里的清丸 也对光头男竖起了大拇指 这次危机解除之后 郭子男决定不再下车 直接命令司机直达东京 可没过多久 司机就强行刹车 并标明 七千米外的轨道上 有障碍物 是故意被扔下的 显然 这是那些 想要清完命的人 设下的圈套 必不得已 郭子梅只能带着中年男 短发女和清丸 下车步行往东京走 一晚上后 清丸耍赖 一屁股坐在地上 决定不走了 郭子梅无奈 只能拦截了一辆 正在行驶的轿车 威胁司机 送他们去警察署 但巧合的是 这个司机 也是要刺杀清丸的人 原来 这个司机 就是八年前 被清丸性侵并杀害的 女孩父亲 他这次来 是为了给女儿报仇 他被制服后 男人质问警察 为什么要保护这种人渣 看着无能狂怒的 女孩父亲 清丸说出了 他侵犯第一个女孩的过程 这时 愤怒的短发女提出 既然清丸迟早要死 那这个失去女儿的父亲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但郭子梅和中年男人 始终不同意 只得无奈作罢 这个父亲的出现 足以证明 今晚的位置 还是在不断地暴露 为了寻找泄密者 短发女质问中年男 是不是告密者 中年男反问道 刚刚在车上 还看到他玩手机 为了自证清白 郭子梅要求 短发女将手机上交 原来 短发女 真的是在给儿子写短信 在搜查完中年男时 郭子梅突然提出 要看看他的手腕 那上面显然是一道心上痕 里面植入了微型芯片 最终中年男承认 早在清完被悬赏十亿之前 就有人联系到他 只要他同意提供位置 无论是谁杀了清完 他都可以拿到十亿 这也证明了 女孩的爷爷 左右警局上层的能力 中年男对郭子梅说 虽然他是个好警察 也是个好保镖 但清完实在不值得保护 也不值得警察拿命来保护 而郭子梅有身为警察的尊严 所以他并没有同意中年男的说法 而是把中年男靠在车子上 带着短发女和清完继续前行 但他没想到的是 中年男向警局发回消息 说清完挟持了郭子梅和短发女 于是警厅下罚通知 必要时可以击杀清完 现在警察和民众都渴望杀掉清完 毕竟像这样又能拿到实意 又能拯救警察 扬名立万的机会并不多见 得知了一切的郭子梅 沉默片刻之后 挂断了电话 他没有听从上司的话 把清完交给附近的警官 而是希望清完能够得到最高法院的审判 就这样 他们护送着清完再次出发 为了抵达东京 郭子梅独自一人去找居民的车 只留下短发女一人看守清完 谁料一个转身 短发女就发现清完不见了 在跑路过程中 清完发现一户人家正在五岁的小女儿 便起了犯罪的念头 但未来的吉时是犯罪 便被郭子梅发现 愤怒不已的短发女本想射杀清完 却被郭子梅阻止了 因为她不想让十亿元 腐蚀了短发女的灵魂 这时清完却突然提出 她可以死在郭子梅和短发女的手上 因为她希望二人拿到十亿之后 可以分一些给自己的母亲 因为自己从来没有经过孝 清完想用自己的命 为母亲换取一些养老金 这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他们面前 女司机叙说着从晨起到现在 那些想杀清完的人的消息 那个用菜刀挟持女孩的男人 是中小企业的社长 因为濒临破产 才会想到杀了清完 为家人留一些钱 最早在警局袭击清完的人 是因为妻子生病住院 那个医院里患针迹的护士 是因为丈夫被裁员 两个想要袭击清完的警察 是因为赌博欠了大批债务 到最后也都是为了钱 即使被抓 也希望家人们能得到一些钱 能够过得更好 听了女司机的话 郭自恋陷入沉默 原来金钱真的不是万能的 起码女司机就没空参与 这种无聊的富人游戏 然而 就在前往东京的路上 车载广播却突然传出了 清完母亲自杀的消息 得知这些的清完突然崩溃 即使母亲临死前的愿望 是希望她不要再杀人 不要再伤害别人 但清完还是在暴怒之下 袭击了短发言 而这时 郭自恋接到了女孩爷爷的电话 他提出 可以给郭自恋提供20亿或者30亿 只要他能杀了清完 但郭自恋坚持不同意 只说这是违背法律的 见郭自恋油言不尽 女孩爷爷提出 可以帮助郭自恋 弄死杀掉他妻子的私欺 因为他们都被罪犯 杀掉了最重要的人 郭自恋愤地提出 不要再牵扯无辜的人进来了 自己的仇自己报 然而郭自恋没发现的是 清完在宣泄完自己的委屈之后 从地上捡起了一段废旧的铁链 趁着短发女不注意 敲晕了她 并从她身上搜到了枪 将陷入昏迷的短发女 一枪打死 郭自恋此时才悔恨不已 她一拳把清完打倒在地 郭自恋愤怒地学问 为什么清完要杀死短发女 而清完给出的理由是 这个女人一路上太吵了 暴起的郭自恋将清完痛揍一顿 骑在她身上 将枪对准清完的眉心 此时的清完露出微笑 她询问郭自恋 警察不是要保护人吗 郭自恋说 自己无比的愤恨 当年撞死妻子的司机 因为她妻子死的时候 肚子里还有着一个女孩 她做梦都想杀了那个司机 如果她不是警察的话 她肯定第一个杀了司机 然后再杀了清完 郭自恋才是这五个人当中 最想清完死的人 她把枪管塞进清完嘴里怒吼 仿佛下一秒就会把清完一枪爆头 可最终 她还是减少了心理正义 将清完带到了东京 带到了法院前 所有人都很震惊 她们围在警车前 看着郭自恋将半死不活的清完 拖了出来 丢在地上 为了任务 她所有的手下都死了 看着如此敬业的郭自恋 上司忍不住羞愧 这时 女孩的爷爷从车子上走了下来 她两枪地冲向杀害孙女的凶手 郭自恋拦在她面前 女孩爷爷愤怒地吼道 你为什么能原谅这种事 你和我也有同样的想法吧 郭自恋坦然道 听听逝者的声音吧 难道你的孙女想看到你做这件事吗 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女孩爷爷一边重复着这句话 一边从拐杖里抽出刀子 准备往清完身上捅 但被郭自恋拦了下来 郭自恋蹲下身子 想要再说两句 却被女孩爷爷的眼神震惊到了 她回头看见清完 捡起地上的拐杖刀冲了过来 目标正是倒在地上的女孩爷爷 她知道 就是因为这个人 才会使那么多人想要杀她 于是清完决定报仇 郭自恋转身挡在女孩爷爷面前 挡住了这致命的一击 自己却被刀子所贯穿 所有人都被郭自恋的精神震惊到了 就连女孩爷爷也满脸惊奇 最后 警察署以教唆杀人的罪名 逮捕了女孩爷爷 清完以杀害女孩的罪名被起诉 最终述罪并罚被法院判处死刑 在法院接受审判时 清完丝毫没有悔恨之意 还嚣张地说 早知道自己要死就多杀几个人了 可见 人渣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人渣 至此 这个闻所未闻的案件 就此落下帷幕 女孩爷爷的十亿悬赏也被取消 稻草之盾借十亿悬赏金之明 讨论了深刻的问题 那就是金钱和正义应该站在哪边 人性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全片的人都为了十亿而疯狂 甚至警察高层都有不少人心动 但只要国字连艺人和短发女 最终挡住了诱惑 成功将清完送上法庭 出租车女司机说得不错 这本来就是一场富人间的游戏 十亿元就可以引得全国人民为之疯狂 并杀害一个本该有法律审判的凶手 这是一部维护正义的电影 但这正义却是建立在无数人命之上 虽然富豪家财万贯 凶手十恶不赦 但这都不是群众动用私刑的借口 因为法律的尊严不可被挑战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八哥 我们下期见